还有什么 比我们谈恋爱更重要的呢 你想干什么 明明是你喜欢我 却让别人在抱着上乱戏 这金羽蓉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啊 这可是赵家军的少帅 半边天下都是他们家的君马 这要是哥大清朝 那就是妥妥的太子妃了吧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赵正南喜怒无常 杀人不眨眼 这不是太子妃 是阎王婆吧 隔着依仗院就听到你话里的酸味 要我说呀 个人有个命 人金羽蓉身生就是富贵娘娘命 你就是嫉妒呀 也是嫉妒不来的 你说谁嫉妒啊 就是你 行了行了 别吵了你们两个 怎么了 你们怎么当他这样啊 我看看 快走吧 天哪 羽蓉 什么时候跟赵正南走到一起了 你怎么也没有告诉我呀 不过 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他可真不是什么好人 你自己要当心一点 是 我说今天怎么外面喜鹊叫有喳喳 原来是有贵客道 有失远迎 失敬 失敬 请 报纸是怎么回事 我就知道你会为了这个事跟我生气 但是真的 这个事我实在是太冤枉了 你看 我是教育局的局长 又不是报社的社长 他们写什么 我怎么管得了 我刚才来时 听那位礼副局长说 你在天津也不完全是侍卫素参 不说爱民如此 也多少为百姓做了点实事 那我就当你是一个心有良知 能讲道理的人 所以我今天来是跟你讲道理的 如果你以后再胡讲蛮缠 就别怪我 别怪我不客气了 没想到玉蓉还是个急性子的人 你看你 我也没说我不听你的呀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想 我们现在应该联合在一起 好好想想办法 想想 怎么把这件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 我向你保证 我们好好解决这个事 好不好 怎么讲 对了 你瞧我 我今天正好有钥匙 我要出门 这样 咱们路上 把这个事好好地商量商量 好 来 请 换一顶 玉蓉 你觉得怎么样 你所谓的钥匙 就是来这儿 陪你试帽子啊 是啊 正所谓 一官上国 礼仪之邦 着装之事 事关礼仪 当然是钥匙了 此其一 其二嘛 算我一点私心 如果你能帮我选帽子 那就是我幸运之至 不知道 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呢 对不起 我眼光不好 帮不了你这个忙 玉蓉 都帮我包起来 送我家去 好 既然你不喜欢 我就不是了 不如这样 你挑几顶你喜欢的 就当做 你赔我来的礼物 不必了 我这个人 不喜欢戴帽子 玉蓉 好端端的干吗生气啊 既然你没有诚意谈你我之事 我多戴也无益 玉蓉 这不就是你我之间的事吗 还有什么 比我们谈恋爱更重要的呢 你想干什么 你别口是心非了 你就是喜欢我的 对不对 你 谁喜欢你啊 你这个人简直是无可救药 明明是你喜欢我 却让别人在报纸上乱写 还把我带到这儿来 试什么帽子 真是无聊 我要回家了 玉蓉 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谈论爱情 是你帽子 是 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谈论爱情 是你帽子